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黄瓜的营养丰富是减脂醋消化的食材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小炒黄瓜的做法 这里的黄瓜我们选用的是地黄瓜来制作 首先把洗净的黄瓜去掉头尾,再一分为四 再把地黄瓜中心较老的籽略微去除一点 如果是比较嫩的黄瓜,我们也可以不用去除 然后再把每一条黄瓜把它片成大一点的厚片 这样切可以让黄瓜在炒出来以后口感比较清脆 而且炒出来的黄瓜也不会有过多的汤汁 黄瓜片的厚度大约是两个硬币的厚度 切好的黄瓜片先装入一个大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两根洗净的清尖椒 如果不吃辣椒,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清尖椒切成马耳状,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根的蒜苗,把蒜头的部位先拍至松散 再把它切成一寸长的蒜苗段 切好的蒜苗段把根茎和叶子分开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稍微多一点的大蒜 直接用力把它拍至松散就可以了 少许的生姜切成姜片 切好后和大蒜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三到四片的五花肉,不需要太多 这样可以增加鲜香的口感 把它改刀切成小丁,先装入碗中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先调一个碗汁 先在碗中加入两勺的生抽 加入一勺的蚝油提鲜 根据食材的用量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水的用量不需要太多,拌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烧热加入少许的油 把切好的五花肉丁先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肉丁在锅中要充分地煸出油脂 把它炒至到干椒鲜香的状态 然后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干辣椒 大蒜,生姜和蒜苗的根结也一起倒入锅中 先把它充分地煸炒出香味 再把切好的辣椒倒入锅中一起煸炒 把青青椒在锅中炒至到略微断生的状态 再把切好的黄瓜倒入锅中一起翻炒 炒至黄瓜的过程中采用大火快速地翻炒 但可以让黄瓜片锁住水分 炒出来以后没有过多的汤汁 先把黄瓜在锅中充分地煸香 炒至到黄瓜略微透明的状态 再把调好的碗汁淋入到锅中 用大火快速地翻炒 略微煮至翻炒均匀 让它充分地入味 再把剩下的蒜苗叶一起倒入锅中 变炒增香 炒至到蒜苗叶变软 汤汁收浓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家常下饭菜 小炒黄瓜我们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爽脆鲜香又入味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 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